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妈真是专坑自己人哦 喂 你没有证据 你不能说她溜了 那她现代人在哪里啊 她那么多门路 我怎么知道她在哪啊 那也就是逃跑了 哎 你还 阿日啊 你不要瞎猜了 事情没弄清楚之前呢 不能够乱下定论的 不用说了 她一定是借钱不还骗子妈的钱 阿日 哎 又是我主持公道的时候了 由于第一被告花旗星缺席上堂 现在改为第二被告林玉露接受聆讯 林玉露 神经病 什么第二被告林玉露啊 我请被告你控制一下你的情绪 哎 舅舅 请第二被告的丈夫要返回旁听习 不得随便发言 请你控制一下你的情绪 麻烦你听听 从花旗星以前在金家和洞米园 种种骗吃骗喝的迹象来看 这次跟慈姑借了钱以后 最有可能是借钱不还逃跑 哇 你没有证据你就不能说她逃跑啊 但是从所有证人的口供 去旅行社买行李箱买羽绒 甚至取消银行户口 这还不算逃跑 法官大人 那他去银行取消户口呢 也许是他觉得银行利息低 没有优惠 所以去另外一家银行开户口 第二他去买行李箱 也许他算过会奖价 所以呢帮朋友再买一个 不行啊 第三正是没吃五月中 寒衣不敢送 他一直是最怕冷的 买一件羽绒衣为了保暖 第四他去参加旅行团 你不让他参加香港一日游 来振兴香港的经济吗 Objection 大人 第二被告解释牵强 毫无说服力 反对有效 本官也有同感 因第二被告 与第一被告同属母女关系 所以很有可能是串通 我这是懒得理议啊 吸气本官 停电 在 这 这那什么事啊 是啊 就算我老妈子跟婆婆借了二十万 那又怎么样 那他有没有说不还你啊 那倒没有 这不就结了 现在他人又不见了 下落不明 你们一个个不但不关心他 还一直在这里讲结 你们还有没有人性啊 万一他有什么事啊 让人绑架了 那那那怎么办呢 你们睡不睡得着 你们安不安心呢 真是离谱 没人性 我懒得跟你们说 叶鹿 叶鹿 推定 起立 我们是不是有一点过分呢 好像是吧 总之我不管 简直是离谱 找我婆婆去借钱 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啊 每天都让人家当剑靶一样的发剑 她会不会一剑不回头啊 你想想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呢 陈太太 垃圾婆 何婆 到底什么事啊 怎么只有你们三个人啊 是啊 什么事啊 我在楼下的大堂 也听见这里很吵 以为有一大群人在这里打架呢 我住在对面那座 以为这里六国打风向啊 是啊 我在垃圾房啊 听见你们这里很吵 还以为有人被知解了呢 可不是 所以我就上来看看 是啊 是啊 我妈逃跑了 这里六国打风向 有人打架 有人知解 麻烦你们快点出去 回家看新闻就看见了 早安 不是不是 你妈妈没逃跑 你怎么知道 当然知道了 你妈妈去澳门了 澳门 澳门 是啊 她说去玩几把 过几天才回来啊 是啊 她还答应我 帮我买牛肉干 猪肉干 杏仁饼啊 真是客气 整个江军澳和宫月村的人 每个人都知道 喂喂 你们不可能不知道吧 是啊 买大就开小 买小就开大 全都怪你啊 也不阻止我 害我输那么多 是你怕我进赌场去找你老妈 忍不住赌鸡吧 所以你就在里面找 我就在外面找 我怎么阻止你啊 老婆 总之呢 最麻烦的就是老妈 也找不到她 还害得我输了那么多 你想想 输的那些钱呢 跟我们俩去欧洲玩七天 还有剩啊 说话 秦先生 是是是 我很快就到 我我我 大赛车 好好好 我尽快啊 糟了 越来越来客户 我居然就忘了 那你快点去吧 不然得罪了客人就不好了 你失去工作就更忙了 那我先走了啊 好好好 老妈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你瞎了你 你瞎了你 老妈 你不是在澳门吗 本来是的 可是我在上船之前呢 碰到了那个余太太 她叫我打麻将 我想我要是去澳门 跟何先生拼命呢 机会只是一半一半 可是跟她打麻将呢 就一定会赢的 那就去打了一天一夜咯 也不知道是不是 她串通了那两个牌搭子 他们一起合伙 害得我一家输三家 说起来就有气呀 输那么多呀 不跟你说了 我去找何先生 拿回赌本呢 你是不是跟婆婆借了二十万 她怎么那么可恶呀 到处跟别人说呀 真是的 那你借这么多钱干什么啊 你还说呢 这是你逼的 我逼你 前几天我跟你们说呀 给我加一点家用啊 你们又不肯 那我只好跟你婆婆借咯 那你借这么多钱干什么呀 买股票啊 那个越安国记啊 前世日子股价大深的 我赶紧拿钱去买咯 就是这样啊 你知不知道金家 所有的人都在找你 又找不着你 还以为你溜了 怎么亲家母这么缺德啊 先别说了 你快去把钱还给人家吧 行行 让我换换换换 你还给他啊 五万块 你借了二十万 只还五万 那个越安国记啊 不知道为什么 就像拉肚子一样 跌的只剩下这么多 那怎么呀 你不用怕 我收到消息呢 他们这个集团呢 很快就要合并了 三天之后呢 股价就会大失了 到时候连本代理一起还 还要等三天啊 没有办法啊 那钱呢就这么多 命就有一条 你要哪一样吧 你说吧 你说 算了算了 总之这三天呢 我先替你拖着 你也不要留在香港了 非常时期嘛 你还是去澳门吧 总之呢 这三天呢 今天的人千万不要看你 我老妈就行了 真的要这么说啊 婆婆 回来了 不是见客户吗 那么快回来了 是啊 客户临时爽约 所以去岳父那儿坐了一会儿 是啊 原来老妈她呢 回家乡去探亲了 是啊 还留了一张字条 说回家乡去探亲 几三天后就回来了 快快 你也知道 我老妈她很粗心的吧 写了一张字条 也不知道放在哪儿了 我们今天回去 却才知道有一个字条 她说三天 三天后就回来了 到时候就可以把钱还给你 是啊 其实呢 只是一场误会嘛 是啊 岳母大人又怎么会溜走呢 可不是吗 既然是这样 那就等她回来再说吧 哈 回家乡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家乡在哪里啊 电话号码呢 打电话查清楚就好 哎呀 是那种很偏僻的地方 在大西北哪儿有电话打 殷波姆在大西北 你以前不是说过家乡在南洋吗 哦 露馅儿了 什么呀 哎呀 她的麻将搭子 也遍布香港十八区 她有亲亲在大西北 有什么好奇怪的 总之三天 三天后她就回来了 哦 那好吧 哇 好长的一个白头发 哇 很多面油哎 鬼 还有很多头皮呀 你们干什么呀 来 喂喂喂 你们搞什么鬼啊 是是是什么 下酱头啊 是 我们给她下酱头 不是吧 下的是至阴至毒的 海南鸡饭酱啊 这种酱 专门对付那种说话不负责任 吹牛胡言乱语的人 中酱者 如果真的是撒谎的话 她的皮肤就像 海南鸡饭的鸡一样 顾脆肉嫩 最后还要切尽上瓶 而且还付出黄油 再加上坚锅黑酱油 很恐怖的 你们还是不是人呢 这种事也拿来玩 可不是吧 怕什么 如果真没撒谎的话 可不是 我们也是买个保险吧 哇 你们真是 到了 哼 怎么说也是一家人啊 既然心术不正 想出这种馊主意来捉弄人家 你们良心何在呀 干嘛这样啊 先坐下 看看电视先坐下 其实开个玩笑啊 哪有这种事啊 先舅舅教的 你说什么啊 我教你们也没让你们这么做啊 这是不知所谓 简直是野蛮的行为 玉露 不用怕 我相信你 就三天吧 还是婆婆公正 当然啦 我怎么会像他们那么无知啊 我这个人是最讲文明的 玉露啊 来 那你给我欠了他吧 啊 我要当老妈的担保人 是啊 三天后不见人 法庭上见 喂 凯莉啊 方先生这个星期到香港 王先生叫你到时候去见他啊 那是什么时候啊 三天后 三天后 是啊 那连根拔三天后呢 有清仓大选价 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扫货啊 又是三天 三日微情 啊 你这光碟是我三天前跟你借 现在还给你啊 哎呀 不要啊 给我扔了他 喂 三天后呢 不听不听 我不想再听了 哎呀 这个你一定要听的 哎 没你们听着啊 什么 三天后呢 你厕所要维修 我们要上三层楼才能去洗手间 哎呀 幸好是女厕 真麻烦 对了 玉老 为什么一提到三天你就会发脾气啊 OK姐 嗯 别烦她了 哎 总之三天后呢 再告诉你吧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这么奇怪啊 哎 各位 家务茶到了 啊 大太太茶 你们别抢 喂 紧紧啊 这是什么啊 是钟啊 是啊 特地给玉露买的 给我 给你倒数用的 提醒你只剩下 五十七个小时 那也就是说大约两天呢 到时候这个钟就自然会响 要不要像猎狗似的咬着不放啊 舅舅啊 别玩了 我只是好心提醒他们 刘锦 我教你办的事办好了吗 办好了 果件吐司还有冰奶茶少堂 我不是说这些啊 我今天早上叫你给律师行送的三个公文带 人家打电话来说只收到两个 还有一个去哪了 不是两个吗 还有一个啊 让我想想啊 回一回态啊 你知不知道那份是合约啊 合约太简单了 加恩斯坦再打一份就行了 我打你个死人头啊 你知不知道那份合约对公司很重要的 跟公司合作那间AMB公司呢 现在毁约 我们要索偿 要告他赔偿 要用合约来告人的嘛 没有了合约 公司就血本无归了 要不要这么严重 你快想想送信的时候掉在哪里了 我平时出去办私事比办公室多吗 哪还记得那些啊 再想想啊 你别催我了 催得我头快爆炸了 你要是想不起来呢 大不了炒鱿鱼 不止啊 公司一定会民事起诉你 还要向法院申请你破产 你不准毒马 不准玩电玩 连买一串鱼玩的钱没有 那彼此更难受 现在离下班还有三个小时 你要是在下班之前还没想起来的话呢 就能收律师信吧 喂 何律师 麻烦你替我准备一份律师信啊 不不不 我呢 就还有三天 有人更惨 只有三个小时 现在呢 开始给你进食 你这个森巴 你们现在还倒气 你别理他们了 你快想想 要是找不到合约 公司收不到那笔钱 公司会捡我们工资的 是啊 还有可能会裁员呢 可不是吧 说不定啊 会倒闭啊 哎呀 我们真是死在你手上了 你快想起来 快点想起来 小弟啊 别吵了 别逼他了 你看他 他真的头疼了 你们真是没有时间了吗 光想没有用的 不如按键重演吧 所谓按键重演呢 就是做一遍 你今天送文件的过程 就可以想起来 在哪儿遗失了文件 嗯 啊 到了这里我最有印象 跟着怎么样 想起来了吗 通常 我会挑一个最舒服的地方 通了半个小时 有这种地方吗 啊 这里 像是这里 你想起来了 像是 怎么样 怎么样 像是 怎么样 怎么样 对了 是 不过这么臭的 鸟灯 来厕所 这里啊 还擦什么呀 这是爱恩斯坦 你瞎了 没得到南厕所 还冲进去 尽亏那小孩子不追究啊 不然我也保不住你了 真是 呃 对不起啊 我怎么样 想起什么来了 啊 啊 来这里 我开始感觉到很熟悉 每次来这里 我都有一样 很重要的事要办 可是你已经排毒了 还有什么重要的事呢 快送钦片 这不算刺激 楼上要更刺激的 叫我上去 就是这里 今天早上才来过 金金 你经常来这种地方吗 是啊 我逢一三五度来 是比较平密 不过一次已经付了钱 不来都吃亏啊 金金啊 别阻止我了 嘿 小姐 喂 胖子姐 你今天早上才来过 你竟然又来 哎呀 说起来话就长了 很想跟你说 可是没时间 我能不能进去啊 我有客人 哎 随便了随便了 进来吧 嘿嘿嘿 又好看了 进来 你去 喂 我也 你好下贱啊 你 一楼一稿 什么一楼一稿啊 小姐家化妆的 我是来学化妆的 化妆 你别老以为我只会读码啊 我每天送信 有的是时间 所以学人家来增值 学学化妆 还有两个月呢 我就毕业了 是啊 我们全都是来学化妆的 是啊 学化妆的 听见没有 外面写着 技术一流 全套功夫一千六百块 就是指化妆啊 当然了 不好意思 金金 误会你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今天模特儿临时有事 不能来了 这堂课要取消 哇 又要下堂课补课 这太浪费时间了 就是啊 这浪费时间了嘛 这个 大家近一点 近一点 喂 胖子 你的女朋友 很适合我这堂课 不如叫她帮帮忙 好啊 我很容易化的 好啊 小姐 那麻烦你先躺在床上 嗯 那你现在躺下 闭上眼睛 千万不要睁开眼睛 嗯 哎呀 你干嘛睁开眼睛呢 我不是叫你闭上眼睛吗 那我听见有人念男舞 所以睁开眼睛看看了 喂 怎么会有个香炉啊 哎呀 我们在化妆之前 当然要点香念经 抄读完之后才化妆的嘛 你突然之间睁开眼睛 吓死人了 等等等 你化什么妆的 你此时化妆 啊 是啊 小姐在这行很出名的 都乱都能画好 我不画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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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了 怎么擦来擦去也擦不掉啊 当然了 那些化妆品是阿星借给我的 是好货 啊 我记得呢 我送文件之前呢 来过这里吃牛鞭面 啊 那怎么样了啊 还碰上一个面目可憎的大个子 那她瞪着我 嗯 我也瞪着她 大家瞪着瞪着 瞪了两个猪头 害得我那碗面也凉了 我就没得失 那就快点进去看看吧 怎么样 有没有啊 喂喂 是差了 她拿着公安袋 一定是她撿的 快点去要回来 哎哎哎 站定一点 嗯 老兄 你 你 我来拿那个公安袋 原来是你吗 是啊 谢谢 等等 我知道我儿子有没有事 才会给你们钱 你儿子 给钱 你说什么啊 静静啊 你看那个卖鱼丸的 扫街的 还有那个桌子的人呢 好像都很奇怪 什么奇怪啊 你看看啊 哪边 老看这边好像是在监视我们 好像是警察强装的 你这是爱人斯坦 你以为拍戏啊 监视我们干什么啊 我也不是绑匪 老兄 你刚才说问我 知不知道你儿子 在哪儿又说什么给钱啊 是不是 是啊 那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 绑匪啊 你们绑了我儿子吗 你们借我到时候来交书款啊 好啊 谢了警察 哇 这次旅程真的惊险 靠工房 行进房 指门房 任人房和拘留房 统统都不用去 记性的他们抓到了真的绑匪 所以就放了我们 嗯 案件重演而已 弄得像举袭精一样 最重要呢 就是平安无事 不过合约没有找到 那就大事不妙了 时间到了 五点了 你要不要像猎犬一样 咬着不放啊 你知道难受了吗 我就是要让你试这种滋味 你 不要吵了 时间到了 老爷呢 万小姐 其实锦锦已经尽了力了 那就是没有了 我已经尽了 好 既然没东西给我 那我就有东西给你了 来 这里有一份解雇信 有一份追讨赔偿的律师信 这边是法庭的清盘令 和破产申请书 全部都是送给你的 真的吗 莉莉 去通知保安吧 对对对对对 什么呀 去啊 是谁吃完了东西乱扔垃圾啊 明知道垃圾桶已经满了嘛 还硬要塞进去弄得满地垃圾 是谁 是谁 不关我的事啊 不是我 不是我 不承认就行了 用追讨A&B的合约 垫着吃东西啊 合约 合约 A&B 你别欺负我不懂英文啊 我联考英文是拿又等成绩的 来看看 真的是A&B的合约啊 看看 哇 怎么会用来垫着吃东西呢 你们可真是该死啊 拿一份那么重要的文件来垫着吃东西 先别吵 你看看这份文件 哇有多少葱油啊 哦 我想起来了 刚才下午吃饭的时候呢 有人偷往买便当 哦 因为没有烧鸭饭 所以呢 就买了游击饭 哦 哦 还要多酱油多葱油呢 那是谁呀 就买游击小姐啊 对啊 你刚才说在房里吃游击饭 跟着拿一份文件去垫桌子 原来合约一直在你那儿 还用它垫着吃便当 哦 也就是整件事呢 不关紧紧的事 现在合约就到这里了 那这些信 干什么 合约 脏的也是合约 也有法律效力的 既然找回来了 我就大方一点 不再追究了 哼 静静啊 没事了 原来是 幸好没事了 真是 不如先点菜好吗 好好好 来来来 来 此顾这是你啊 黎太太 黎太太 到时候早点来啊 哇 你儿子结婚哪 是啊 下个月 哦 你好像只有一个儿子 是啊 可是他两年前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啊 对啊 我们那天有去喝喜酒 是啊 就是啊 结婚这种事 结完了可以离 离完了可以再结嘛 那倒是 哎呀 话又说回来了 你以前那个儿媳妇 脾气不好 又不负责任 又狡猾 而且还看不起人整天欺负她老公 哎呀 也难怪你儿子跟她离婚 哎呀 这些都是其次我还可以忍 哦 那他犯了什么弥天大错 你忍不了了呢 杀人放火 还是红杏出钱 哎 这些都不是 是诚信出了问题 诚信 诚信 是啊 他串通娘家来骗我啊 那 他呢跟我说他妈妈回乡下了 他哪知道呢 事情就那么巧 让我们全家都在香港看见他了 那你说了 他自己人都骗 这种儿媳妇我还要他干什么 所以我就叫我儿子跟他离婚呢 哎 还好我们家没有这种人啊 是啊 不跟你们聊了 我先走了 好 拜拜 所以说呢 诚信是很重要的啊 哎呀 有这样的儿媳妇真是天地不容啊 换了是我 我也会这么做的 对不对 是啊 哇 大嫂 超级市场有很多货都是特价 哦 是啊 喂 买点回去 师妹给铺子进点货也好啊 好啊 怎么了 哦 喝完茶之后呢 眼皮就不停地跳 心里呢也忐忑 不安不着什么事 你还在想你老妈的事啊 放心吧 她现在在澳门呢 妈她们不可能看见她 那倒是 不会这么邪门的 好 等等啊 好兴奋叫一二三二六 来 这样吧 约换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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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 我媳妇怎么像她们那样呢 好像她们那样啊 好像她们那样啊 再来 千万不要理她们啊 你快点想 如果想不到呢 那就死了 公司收不到钱呢 我们全不对啊 站住点 不用怕啊 我一定会想起来的 不算她吧 干什么 害怕 很急啊 很急啊 听听 站